然后看完了监控 我们再说说这里面啊 我们再来说一下啊 这笨笨不是我说你 今天上午这几只狗 你看打架 给他们的狗粮 看到没 都打到地上了 这是谁给人搭架的 我想说 谁给人搭架的 那啥谁搭架的 管想甜甜管想气死我是不是 也还搭一趟 几球又搭一趟 那又啥搭了甜甜 这狗粮都打飞了 看到没 狗粮都打飞了 哦你天哪 他和他一起打他 知道吗 他和他一起打他 所以这家伙都变得很敏感 他的性格 真的是啊 那俩不能老是欺负奔奔的 虽然奔奔谈吃 对不对 估计站着这个碗在吃 估计他俩看不下去 其实这个东西到底是咋回事 我也说不太清楚 这个狗粮就在这边 我到了这里呢 他们撒不像楼上那俩 楼上那俩是确实是 倒给他们就开始吃 这撒他不喜欢吃狗粮 他喜欢吃这个 对吧 我给他们吃的一些 对不对 人吃的啥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个狗粮就放在这 对不对 他们就饿了 他们可能才会吃的就比如晚上这家伙就听到咯吱咯吱的半夜十二点咯吱咯吱的在那吃啊偷吃啊就是这样不是不给他们分仨碗呢我给他分五个碗都没啥用呢就是这样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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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天天就着搭劲儿 面闷闷开开都出去上门去吧 出去挣挣挣工资去 是不是 特别是拿笨笨 就你吃的多 给你赶拍一个最辛苦的活好不好 辛苦是辛苦点 到时候挣的高 对不对 给人家看门去吧 对吧 给人家秋秋庆给你再装个折样餐 对不对 你都可以正式上钢了 是不是 给小伙也招个工作 给小伙找个给给给公安部门练习一下 给小伙安排到工艺部门喝了 给小伙也安排个啥制务的 给小伙也安排到第六啊 安排到第六这家伙比较激情啊 不仅能够能够那个看着菜园里面的菜啊 不让别人给偷走啊 就是这样 那甜甜搭姐甜甜搭姐能啥 那又啥搭的我都想照 啊 那咱家是给这最后一派的 能这一大街周围都会听见 你知道不知道 人家还以为咱家杂住了 是不是啊 真是的 还管气死我能啥 看我小伙也管心臭的 那大街时候 这王笨笨拿后腿上腰 是不是 你说他行臭不行臭 都说他行臭 看我看他一点都不行臭 你得不要呢 小伙也得后腿也 你要那笨笨干啥的 是不是啊 真实力 天天搭姐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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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 你管想 哎呀 真的是看到他们这个这个这个 哎呀真的是头大哟 一个头两个大 为啥老是干架呢 是不是 就是啊 精力太旺盛了 可能还是就是这样 嗯 一点都不将一点围穷 小伙 那小花老是躺在地上啊 一点都不讲围穷 就是这样 还是楼上那俩相对的会好一点 楼上那俩他俩不打架 对不对 就这啥天天干账 干干干干干 干得我头大 真的是这样 嗯 哎 为什么每次受伤的都是笨笨的 嗯 好奇怪啊 通知一下啊 通知一下啊 我们开个会啊 通知一下啊 再过一个星期 笨笨小黑就可以出门了啊 笨笨小黑就可以出门了啊 通知一下啊 就是这样啊 笨笨听到了没 听到了吧 到时候你就可以出门浪了啊 哥们现在是没办法给你做绝育啊 你就出去浪吧 哪个小母狗把你勾引跑了 哥们就少一个负担了啊 你就使劲浪吧你 我跟你讲 那小黑我倒是不担心呢 对吧 小黑我是不担心 因为他这个狗的话和他一样体型的小狗不多了啊 说实话 但农村很少了啊 就是这样啊 和他一样体型的 再加上他本身胆子也小啊 虽然脑子不太灵光吧 有点小哈 对不对 但是他知道往家跑啊 对不对 那家伙是不知道往家跑 身上肉还多啊 就是这样啊 说实话是有点担心他的 但是外面的春光无限啊 说实话真的是这样 昨天着急赶回来啊 昨天路上的风景 说实话是真不错啊 但是我没有心情 对吧 停下来车啊 因为当时拿着笨笨和小黑的那个疫苗嘛 对吧 那个东西不能在太阳光下晒太久 对吧 就是这样 去年的话 因为这些毛孩子们生病 那就是五月份 对吧 小花生病 四月份 反正就是很多事情啊 很乱啊 就是这样 所以去年的春天 算是错过了 今年的春天也快错过了 就是这样 其实是很想出门去放松一下心情的 说实话 真的是这样 在农村待了这么些年了 一直和他们在一起 我实话 对吧 一方面是自己想出去 另一方面也想带着他们出去啊 也想让他们出去去玩一下 就是这样 我家后面的油菜 那个已经花已经快卸完了 到时候可以出游啊 有的粉丝问那个油菜花 那个是干嘛的啊 那个是出游的 就是菜 菜籽油吗 就是这样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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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跟大家去说一下 就是这样 啊 我好喜欢春天 可是 错过了一次又一次 哎 就是这样 嗯 现在看着他们倒是挺安生的啊 真的是干账的时候 真的是 哎呀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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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威爸不要牵 跟那要雷 是不是啊 啊 好了好了 拔辣销黑干啥 你看像拔辣销黑的小伙儿啊 嗯 左朽 这就叫做秀 大家看到没 什么叫做秀啊 在这三只狗上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体验啊 小花就是做秀啊 看着它活泼团结有爱的 和笨本对不对 那笨本才真的是没心没肺眼 但凡是我这么被别人两个人欺负成这样 我才不跟他俩说话的 我才不跟他俩玩的 你看这小花 刚才又猛的 嗯 啊看到没 嗯 动不动就是这叫什么笑里藏刀 对不对 说明这他们都是在做秀啊 看来笨本也在做秀啊 就是这样啊 啊 嗯 小黑是 不管啊 小黑说 开战的时候叫我一声就行了 其他时间我也不参与了 嗯 他俩非得一叫高下啊 他打到一般打到最后是一种什么状态吧 跟大家说 一般打到最后就是要么小花骑在笨本的头上 要笨本骑在小花的头上啊 他们他们必须要这么骑着才能够最后才 还类似于他也不叫了他也不叫了他也不叫了就结束了 就属于战斗结束了 在我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啊 嗯 看到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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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笨本又落了下风啊 是吧小花 你还蛮厉害的啊 嗯 说你厉害你还喘了 你看你看 他说小花厉害了 小花这喘的不要不要的啊 嗯 嗯 嗯 这个狗是野心很大的啊 如果小花这只狗 他一直在野外流浪长这么大 所以这家伙的野道野性是很足的啊 因为他仔细看他有的时候我发现他长得有点 跟那个狼长得有点像啊 就是这样有点像狼啊 这是这个家伙 嗯 比较野道啊 这是在家从小收养啊 嗯 把他的脾气给他磨的稍微那个一点 要不然的话 这说实话 这像昨天我是不敢给他打针的 还好是自己收养大的 还好一些 就是这样 一星期后给你打针啊 本本通知一下啊 然后你小黑 然后你 至于那个加强针要不要打 大家可以说一下 那医生说小黑是那个 是他生病之前那个打的那一针 好像没啥作用了 要再追追加一针 就是这样 然后 这边就先这样了 等到下午我去那个 去那个市里去看一下 有没有三有没有三四千的工作 去找一下对不对 哎呀哦你天哪 不太好找 发现 头大 行 今天视频先分享到这里 拜拜